他们机制的主播有卖出去过一两件 实话实说这个数据我后台可以拉得到 应该只有卖出去过一两件 说起这次合作经历 小王有些无奈 小王说他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公司 研发了两款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养生食品 分别是芝麻丸和红枣枸杞茶 新店开业 他们一直在寻找扩大销量的门路 11月份浙江灵芝科技有限公司 办了一场关于直播带货的营销会 主动邀请小王他们去参加 双方在会上达成了合作意向 就是带货 主要是他承诺的是从零嘛 就是因为我们那也是新店刚开 然后呢是从零帮你运营到 就是能够日销多少 月销多少多少 然后呢 多少呢 厂均400家的话 那他一个月能够给你播到实际厂吧 那基本上也是月销几千肯定是有的 双方签了一份29800块钱的 直播推广服务协议 小王说 他们负责把样品和信息提供给灵芝科技 灵芝科技有自己的主播和直播间 会在直播中介绍和推销他们的产品 从签约到现在 灵芝方面在20多场直播中 介绍了小王他们公司的产品 但小王他们对主播的表现不太满意 这样子的一小袋呢 它是15克 我们的保质期的话 也会比较长时间的 就是18个月这样子的一个保质期 然后用废水去进行冲泡 大概4到5分钟呢 就可以营用了 大概4到5分钟就可以营用了 然后的话呢 咱们那个里面的会员 还有红枣 先打盘梯又没打出来 我刚刚挑的这个主播 是他们基地里面 目前来讲最专业的主播了 但他其实我们也去看了这个直播 他的卖点讲完全是错的 就最简单来讲 这个产品里面有什么成分 是你肯定要讲清楚的 然后有用户在问嘛 这个产品为什么会甜 或者是怎么样 他说加了冰糖 其实没有 我们的成分里面就没有冰糖 在小王公司的网店里 芝麻板和红枣枸杞茶的月销量 分别是100多和500多 小王说 这些销量是他们通过 别的渠道推广的效果 和灵芝科技没关系 他们希望和灵芝解除合约 全额退费 记者和小王找到位于杭州 和会洗服会的 浙江灵芝科技有限公司 前台工作人员把记者和小王 带到一间会议室等候 随后来了一位售后负责人 出去 不是 我们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你别这样吧 别这样吧 你这个跟顾客之间有什么情况 那个顾客向我们反应 我们希望了解一下 你别这样吧 别这样吧 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 把记者退了出来 小王报了警 蓬布派出所的民警 赶到这家公司帮双方协商 小王后来反馈记者 灵芝科技方面不愿退费 他们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在这个地方 看到 stro 优优秀 发出所 发出所 优优独播剧工 从列艺者 或者保存证